听风的声音 看世界转动 国际风向 风传媒的副总编辑 严济宇 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副总今天我们从什么新闻开始呢 我们来看看最近欧洲又陷入一连串的恐怖攻击 跟凶杀案的仇余满目 所以现在德国最近又发生一连串的案件 现在成为重中之重 原来大家都是集中在法国那个部分 没有想到现在把这个焦点下来转移到德国了 这个一个星期来发生了这个大概有到今天为止 第三期了 究竟怎么一回事能帮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临临总总两个礼拜来 大概已经发生了大概四五件 大概有五起 而且目前看起来这些案件几乎都跟穆斯林有关系 可能就是穆斯林的移民 甚至有穆斯林的难民 甚至年纪很轻的 有十几岁的都有 就是让德国社会非常非常忧心 是 那首先是上礼拜发生在慕尼黑 发生在慕尼黑 光电化而之下 有人在一家素食店 在麦当劳的附近开枪 是 造成惨重的死伤 而且这个开枪者最后也自杀 而且最后 那随着案情演变 让大家更惊讶 更难过 甚至更担心的是 这个犯案者 好像只有十八岁 是 他是伊朗裔的德国人 德国人算是移民的第二代 问题是他没有任何犯罪前科 没有任何犯罪前科 那这样就会在一戏之间变成一个恐怖的枪手 是 这起案件造成了大概九人死亡 二十七人受伤 那震惊的是德国社会 很多人一开始就想说 这跟恐怖主义 恐怖分子有没有关系 就后来事后证实 好像是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但是好像这个青少年本身是有问题 是不是 对很多人 好像就相关报道可以慢慢看出来 说他似乎有些精神上 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困扰 是 困扰他平常很害羞 据说有忧郁症 那有一个工作 就是送报 他是个包桶送报生 可做起来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而且从他收集的文章跟书籍来看 他对这种枪击案 尤其是那种美国的那种 美国战争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 他非常有兴趣 是 几乎已经到着迷的地步 可是现在警方还在调查说 到最后到底是什么因素 促使他带着一把枪走出家门 然后对着无辜的人开枪 最后这个促成因素是什么 这是现在当局要全力追查的地方 不过这起案件最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少年 大家都去访问他的邻居 或者是左邻右舍 都觉得他平常看起来是一个安静的人 甚至有人comment的是说 他是一个好人 也没有任何前科 像这样的人 会不会在我们社会里面变得很多 因为我上回看到一个报道 他说现在是变成 疯子跟恐怖分子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分清楚了 现在该怎么办去看这件事情呢 对 因为这十八岁少年 他不是我们一般定义想象中的 他长期受到宗教信仰的进染 他越来越极端 或甚至他受过专业的训练 甚至像欧洲现在很多的 从叙利亚 从伊拉克战场回来的 回来的圣战士 他都不是 他就是一个很普通 我们平常就是在路边在街头会碰到青少年 所以你与其说他是恐怖分子 可能不如说他是社会边缘人 是 社会边缘人 那其实在欧美 这种高度先进 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 我们发现说 这种社会边缘人 感觉让失误真的越来越多 而且他失误就是越来越习惯于 到最后 到最后一刻 以暴力来 诉诸暴力来解决 或者说来发泄他们的想法和诉求 像德国面对这样的移民问题 我必须要讲是说 因为这几几案件 我们不能说他职业跟IS有关系 或是恐怖主义有关系 但是确实 他们是有移民的背景 这是不是象征了 就是说 这些移民到了这些国家之后 他们的教育 或者说他们的生活压力 是相当大 而这个国家并没有对他们做好 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呢 这的确实也是 就是说 面对这种问题 基本上是防不胜防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冒出第二个政界 冒出第二个疯狂杀手 这永远没有办法防范 但是国家政府社会能做的 就是建构一个安全网 就及早发现 这些有可能会走偏风的人 然后给他们照顾 给他们辅导 提供他们必要的协助 让他们能够悬哀乐 是能够及早走上正路 德国这方面 他的问题尤其严重 在去年的欧洲难民场子中 德国大概接受了近一百万人 这些人其实 如果你让他们轮入社会低层 那什么低层的话 那一样有可能成为一颗 又一颗不定式撒旦 OK 好 不过这整体案件 虽然它的规模没有这么大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发生的话 您认为德国 德国的梅克尔会拿出什么样的手段 来处理这样的事件呢 梅克尔现在压力非常非常大 是 因为去年他等于说打开德国大门 一时间受到举施的战域 但是后遗症就随 后遗症也随即浮现 除了慕尼黑这件事情之外 那我们又看到24号礼拜天深夜 就在慕尼黑附近 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城 安斯巴赫又发生一件炸弹攻击案 是 那现在已经知道说 这个犯案者是一个27岁 叙利亚难民 他曾经多次申请政治庇护 但一直没有过 那目前看起来 最后是背着一个炸弹 走到人群中 然后引爆炸弹自杀 所以梅克尔的政策 其实虽然诚意甚高 非常有理想性 但是很显然的 德国社会 德国政府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可能要面对很大的挑战了 不过刚刚讲到这个前面一个 就是那个少年持枪的这个事件 他才18岁 德国的枪支管制是不是有问题 其实因为他是拿着左人手枪 其实我们当时在想说 这个事件如果再发生在美国的话 同一个人他可能拿着凸击步枪 那可能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可能要double 所以你枪支管制在什么严格 但基本上你要弄到一支手枪 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 是 好 无论如何 这整起事件 应该为德国这个社会 或整个国家带来一些激荡 那未来梅克尔要怎么样来处理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移民政策的转弯 我们拭目以待了 OK 接下来呢 副总 这样一个我们还讲一个 也是跟德国有点关系 就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因为他父亲是德国人 他德国第二代移民 是是是 他川普总在上个礼拜 在那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在克里夫安正式加冕 但是那个大会非常精彩 风波不断 是是是 他这个被誉为史上最固人院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 OK 那个共和党大会 这个很精彩 对不对 因为很多这个反川普的势力 都集结在那边 就希望在18号有机会可以把它扳倒 可以挽回这个最后一程 好像事与愿违 究竟怎么一回事呢 反川普是有做一些尝试 不过那很明显就是困兽之斗 从一开始各方就不看 是 不过除了反 不过撇开反川普之外 川普自己 就共和党自家的 自家就闹的 也闹得够 也闹得很荒唐 是 包括那个第一天 那个川普的 川普的水某 川普的漂亮太太 Malania上台演讲 那讲得当场反应不错 可是后来人家一发现 这怎么跟现任第一夫人 Michelle Obama 八年前的演讲怎么那么像 天哪 就抱住一个很难堪的 那个抄袭 丰富的抄袭 几乎是一个丑闻 不过除了这个抄袭丑闻之外 这个反川普 既然没有办法可以扳倒 这个我们所谓的 这个川普的势力 那现在呢 那是不是反川普的势力呢 会集结起来 也支持川普呢 好像也不是这样 对不对 反川普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关注的人物 就德州参议员克鲁兹 是 他在初选中 跟川普一路缠斗到最后 他也上台 受要上台演讲 本来大家想说 他就会 到最后就会 静气贤贤 公开支持川普 就他20分钟的演讲 绝口不提这件事情 就后来最后 当场是被虚下台 被虚报 天哪 那也让川普 真的真的气得 那个脸红脖子出 就是可以让 从这个事件 虽然是单一事件 我们可以看出 就是共和党 虽然已经推出一个 一组 单一组的 一组的候选人 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 那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哇 那这怎么办 这个后面要怎么 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 目前看起来 川普他很显然 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本来在他发表 那个接受提名演说 是之前 大家本来预设说 他会不会 就是说放低身段 放软 把一些立场 给修正一下 就是往中间靠拢 是 设法去拉拢 像那个西语义 黑人 这些少数民族 是 少数主义 甚至是对女性 对女性 释出善意 结果完全没有 有 他那一篇演说 就是非常非常的川普 是哦 他就强调说 美国现在在一个 非常黑暗 非常混乱的时代 要负最大责任 就是欧巴马 跟希拉蕊 只有他 当上美国总统 他才能 才能恢复 美国的法律跟秩序 是 所以这个炮火四射 对 不过看从民调 开始看起来 这个他 有部分民调说 他已经追平了 这个希拉蕊 是这样吗 目前其实还很难讲 因为目前这个民调 其实各方民调 其实出入差别蛮大 不过一般还是认为 就是说川普的支持者 非常的明显的 集中在一个族群 就是 他大部分是白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 蓝脸阶层 占很大的比例 那多半 以所得 以经济来说的话 算属于中下阶层 这部分是川普的 等于说是基本派 那我公司看报导 是讲说 他们还分析 就是说 他以大部分的这个选票 就是因为呢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反希拉蕊 不喜欢希拉蕊 对 因为希拉蕊 是美国 美国在历代 历代最具争议性的 总统候选人之一 另外一个 当然就是川普 就是希拉蕊 他就是 他的美国民众 基本上对他 就是爱恨分明 是 支持他的人 非常非常挺他 他讨厌他的人 就是不管他怎么说 不管他怎么样表现 写什么东西 就是对他投反对票 所以这场选战 应该很精彩了 不过我们拉回到 那个就是刚刚您提到 他这个演说的内容来讲 他这个如果呢 因为大家预期 他可能会收敛一点 如果像这个副总 刚刚分析的这样 是不是他这个已经 为未来的选举 已经算是定调了呢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应该就是定调 他就是要当 就美国国内而言 他要当美国警长 美国大执法 在国家安全上 比如禁止穆斯林路径 比如说建一个高墙 比如说把那个移民遣返 然后加强执法 等等等等 那就国外政策 就国外就外交政策而言 那他只有两个字 就American first 就一切以美国为优先 是 你要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 全部拿出来重弹 TPP那个基本上 就是被他丢进垃圾桶 是OK 那比如说 那个军事同盟关系 也是要看 你那些国家贡献多少 就算同为北约成员国 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不一定要理你 要看你有没有交保护费 OK 所以这个不仅是 美国国内的民众 非常关心这次选举 连国外的 应该所有的国家 跟这个要靠美国吃饭 或看他脸色的国家 都应该很紧张吧 对 现在很多 一般都认为 川普如果当选 应该会是 会是全世界的一场灾难 OK 所以突然我明白 为什么这个菲律宾总统 突然要向中国大陆 释出善意 如果呢 如果川普万一当选的话 他可能拿不到援助的话 那他就惨了 OK 不管怎么样 这影响相当大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他的对手 希拉蕊 他也有很大的进展 对不对 希拉蕊在上礼拜 宣布他的副首候选人 凯英 提姆凯英 那这一般被认为 说是安全牌 是 安全牌 凯英是白人 天主教徒 那一直心态 有点保守 但是又不会太过保守 那从政资历相当丰富 当过大城市市长 州长 然后参议员 然后就是 斯德方面 没有任何瑕疵 哇 而且他觉得说 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而且更酷的是 他 他长期 长期上的教会 二三十年教会 是一个黑人教会 哦 所以他跟少数 虽然是正统的 安格尔·桑克逊白人 但是他跟少数 族群的关系也非常好 所以一般认为说 是一个安全牌的选择 哇 这个会不会跟希拉蕊 同质性太高呢 对 就是美国的左派 或是所谓的进步派 就对这个有点不满 是 觉得希拉蕊选安选去 还是选择自己人 对这个是蛮 甚至桑德斯本人 都表示说有点失望 就是凯英是个好人 但是就是不够进步 那尤其被批评最凶的 就是凯英像过去向来 对自由贸易协定 包含TPP在内 他是非常非常支持 但是在今年美国选举之中 你大家对这个TPP 对这种自由贸易协定 基本上都是抱着 借顺恐惧的心态 因为他是个票房毒药 不管怎么样 这个未来应该 TPP应该会拿出来做讨论 不过刚刚提到凯英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西拉蕊现在在打选战的时候 会越来越保守呢 因为他过去的宣传 被媒体都批评说 看起来很像富力堂皇 可是毫无亮点 那也可以看得出 他在这个选战打法上面 是越来越保守 现在他的副手出炉了 是不是也代表了 这样的说法或批评 印证的的确是如此 有可能 因为西拉蕊他一再强调 就是他的政策面 他的经验 他的事物经验 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候选人 他对每个领域都有 都有非常明确 而且非常绝对可行的政策 那凯英基本上也符合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只不过现在 就是民主党的大会 在共和党之后 25号在费城登场 但西拉蕊可能会受到 党内左派的压力 尤其桑德斯支持的压力 我们现在要观察说 他对一些 尤其对一些内政议题 尤其对这种经济贸易议题 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议题 他会被向左边修正 不过凯英会不会可以帮助 希拉蕊在一些摇摆州拿到选票呢 因为凯英自己出生的维吉尼亚州 就是一个重要的摇摆州 另外因为凯英他本身的族群背景的话 他对白人 对白人的男性 男性选民这一块 希拉蕊最弱的这一块 或许有点补足的 或许有点补足的作用 可能问题他的形象跟希拉蕊同之前 就是高了一点 高了一点 所以那种比较年轻 年轻世代的选民 就以桑德斯的支持者那一批 可能会觉得说缺乏心意 不过有些人也看到他跟彭斯比了 就是川普的副手比了 他们的同质性好像也有点重复是不是 彭斯的话他的就是非常非常保守 以他更保守 对 彭斯的宗教色彩就更明显 所以川普要拉彭斯 就是利用他的保守的形象 跟宗教基督教福音派的那个形象 所以有点互补 因为那部分的确是宗教 那部分的确是比较弱 因为无论如何没有人会觉得 川普是一个宗教信仰虔诚的人 OK 好 所以未来这个副手已经选出来了 这个会不会有一场大战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看看这个未来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因为11月8号这场选战 关乎的不只是美国民众的 这个内部的这个未来的发展 也有这个关乎全世界未来的发展 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的为您 这个锁定未来整个事情的后续 好 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 《风传媒》的副总编辑严济宇 严副总的深入分析 谢谢副总 好 谢谢